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秦府的房价一涨 其他的区域也跟着涨 对 那目前草他草他重画区 以MAS拍的影片大家就可以看到 草他重画区 它的主要商圈都集中在大关路上 从大关路一段二段三段就是这样 主要最热闹应该是在大关路二段左右 那三段这边就是要往 观音工业区的方向 那边也有很多已经是 重画好的空地 只是都现在都没有盖 那现在整个草他重画区当中 他主要的开发期中都是在 大关路二段 或是靠近一段这边的整个 重画的范围 主要就是重画已经有初步的规模 都是在大关路的一段跟二段 那再来就是以草他重画区 他整个商圈来讲 就是你的十一住行 其实基本需求都能够满足 但是就是他的房子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他靠近机场 所以他的房子都不会盖很高 就是你去那边看他的大楼来讲 其实他大楼的高度都不是很高 那再来一般都是会以透天的 透天的整个居住为主 所以你如果开车过去 或者你去那边看房子 你会觉得都很矮 就是感觉他的地平线都比较矮 没有那一种 没有像亲谱一去就是高楼 高楼的丛林有没有 他就是很简单就是一种 都是属于那种透天 就是比较比较比较平 就是感觉地平 就是感觉没有那一种大气磅礴 就是满满的就是 一居的生活 就是属于相演生活 就是说你不喜欢那一种很简凑的生活 那选择草双重画区 你能够感觉到满满的生活气息 就是这样 那整个草双重画区 尤其是他整个规划来讲 他比较复杂 就是他有很多是旧的房子 就是在大观路上 其实他房子都是比较旧的 以大观来讲 他这整个商圈 主要的重画区都是在他的上下 就是等于说 就是在他以这个商圈为主的四周 去进行重画 所以他整个规划起来感觉 你就会有新的跟旧的 所以就没有那么的纯粹 那像大园科运园区 它就比较没有 就是旧房子很少 几乎没有 所以呢 除了这些已有的这些工业区的 这所谓的大型公司 盖好厂在以外 其实他其他地方都是属于 都是新的 不管是透天或者是大楼 都是比较新的 所以以各里面的感觉来讲 应该讲说 以级别来讲 就是会觉得大圆科圆区 未来一旦开发完成之后 应该它的整个整体的感觉 整体的分数 以分数来讲 会远高于草踏 因为草踏 它这边就是 它的接口各方面是 未来应该是比不了 比不了这个大圆科圆区的 那当然大圆科圆区 它的规划也比不了金谱一样 但是不是说它们不好 只是当初 桃源市政府在规划的时候 其实就已经把每一个定位都定位好 那草踏从外区它主要是 帮助整个观音工业区来讲 因为观音工业区有大量的就业人口 所以它们有居住的需求 以及有实义住型的需求 所以才会有这个重画区的规划 就是能够让这个工业区的人 他们不用住很远 就是他们可以在这附近进行资产 买房后来进行生活都会很便利 所以目前草踏从外区的整个生活 都是可以自给自主的 唯一的缺点就是说 它区内没有所谓的大型 沟通型 没有像加勒服啊 没有像加勒服啊 或是保护公司 就是顶多就是超市而已 就是没有那种可以溜滑的地方 它的溜滑的地方就是属于溜滑梯 对就是属于没有冷气的那一种 所以一般在草踏从外区当中 就是学校也有了 那工业区也有了 救援机会也有了 所以它都是属于一种 比较 嗯 不能说平民 就是说它 比较贴近生活 那因为目前草踏从外区 它的价格比较便宜 那它价格便宜的原因是因为 最近它的地理位置是 又更便宜 因为 以 当然科研区跟草踏从外区来讲 草踏从外区 它的整个商务圈也比不了大远市区 对 所以等于说 你就在草踏 来讲 你如果想要去 想要去 嗯 应该想说 你想要到 中立市 或到桃远市 它的交通就没有便利 对 所以 所以就应该讲说 草踏从外区 它的优势就是 价格便宜 对 后来 就是整个区内的生活 规定比较慢 后来区内就有很多绿化 就因为它有很多 就是说 因为它开发度不够 所以它附近都已经有很多一些绿地 那附近都有很多 应该想说它是属于 应该讲说就比较郊区 所以它 整体来讲就会没那么密集 那在 因为它本身是已经有一些 已经既有的这些 老型的这些 商圈 以及有房子 所以它这边在居住上 像念书啊 在生活上啊 其实都已经 已经 已经 已经很便利了 那在它的就位机会又高 因为它临近 它临近机场 也临近机场 大原市区 还有 主要是工业区 那像这一次 尤其是 这几年疫情 有很多台商 他们都选择 为台湾建厂 那他们很多 尤其目前 就是在陶渊来讲 以整个供应区来讲 其实是以 观音供应区算是规模最大的 而且它 现在已经有很多上市公司 都已经回来观音这边开始建厂 所以未来它的整个 周围市场会很大 对 就未来这边它一定会有 购物需求 因为像 因为下面是自己在生活上会发现 真的 你如果有在工作 有在上班 你都会很希望说 你工作的地方 距离你住的地方不要太远 因为交通的运出时间 其实会很疲惫的 尤其你 如果工作了一整天 你想要回家 你看你如果说你在 观音工业区上班 你下班 你要跑到巴德 哇 光开车塞车你就很累了 就是 你会选择 会比较想要住在 就是距离下班时间 在15分钟左右的车程来讲 应该会是最舒服的 因为你就不用这么疲惫 那 如果真的要出去玩 就可以选择在 休假的时候 礼拜六礼拜天 就可以去比较远的地方 所以以炒他 炒他这整个超外区来讲 唯一他优势就是价格便宜 生活机能 能够自给自足 一样有学区 一样可以念书 也不用炒心 那有很好的机会 那在交通上 因为交通上他本身 就是只能仰赖自己 就只能仰赖 骑摩车开车 对 就是搭公车 但是 但是如果说你要坐 坐捷运或者是坐 集结还是要去坐高铁 都还是只能 转程 就是只能自己 骑摩车或开车去 就等于说 他的大动交通工具的选择 就比较少 对 但是唯一的优势 就是价格便宜 其实 嗯 炒他重合去的价格便宜 其实 以前便宜到很 应该想说 价格便宜 是一个很大的吸引力 为什么 因为你可以这样 因为 其实住都一样 其实如果我们一旦 以住的需求来讲 其实没有就是 你喜欢的地方 你喜欢的 舒适的空间 后来有好的采光 有好的通风 以及整个居住的 居住的整个环境 对 就应该想说 住其实很简单的 后来也能够解决此任问题 所以 其实 住哪边都 可以 里面才讲就是 其实住哪里都可以住 对 那当然 谁都想要住在台北市 或是想要住在千普 但是住 但是就是 有可能在预算上 有可能没有办法达到 所以 就只能 呃 就只能 呃 只能说 先降低自己的欲望 去选择一个 自己比较能够负担的 一个区域去进行购买 那以MAX来讲 MAX 因为以前也有租过房子 那 自己租过房子最大的感受就是 呃 你租房子每个月你找到这个 这个 房租 其实 每个月都会很心痛 因为你会觉得这房子不管你住了再久 房子也不是你的 但是如果今天你 是自己买的房子 嗯 那他的房租也 那他的房贷也不贵 但是你会觉得有一种 有一种 有一种安定感 应该讲说 自己的房子 那种感受是不一样的 的确也许 所以今天买在逃到 逃到从偶旧的房子 如果你跟别人说 人家会觉得说 那为什么不买在 金浦 为什么不买在 中立市区呢 那其实怎样讲说 每个都有每个人的需求 也不能说 每个人的选择是错的 但是如果按MAX自己的看法来说 其实 买房子 就是 以自己能力 需求为主 那再来就是 其实潮塌重货区 目前大家也许会觉得 它价格便宜 解决它的区内发展 发展程度比不了 大远科远区 还有也比不了勤务 但是它有一个优势 就是如果有眼光的人 他们在潮塌重货区 进行购买的时候 他们会考虑到 未来这个工业区 有很多的就业机会以外 也会有很大量的 租房的需求 因为一般台湾的买房 都会有一个规律 就是说我现在工作 比如说我工作 我现在被调到了桃园 或是我从公司被调到了草大 还是调到了观工业区 那我一般我 先到了一个新环境 有可能不会马上就在当地 进行购物 或是说进行资产 为什么 因为现在你根本不确定说 你现在待在这里能够待多久 那公司的前景 或公司的发展会如何 所以一般的选择会是先住房 因为想说我们找到工作 一般都是先住房子 先做做看 那如果真的工作了几年 觉得合适 工作又稳定 那也住在这边也习惯了 那才会有下一步 才会考虑购物 所以呢 因为有很大 很多的 目前有很多的公司 正在新建厂房 所以未来在整个草大 从屋区当中 一定会有很多的 租房子的需求 所以如果 如果说 有能力的话 就是 确实可以考虑在 草大这边进行资产 为什么 因为未来 因为第一 它单价低 第二 因为住房子其实都有一个 基本的行钱 其实你这样子在 草大这边 虽然说它便宜一点 但是住房子的价格 也不会便宜到 别不会都便宜到 很离谱 至少一个月都有 一万三或一万五 就是看你的面积是这样 为什么 因为 这就是基本行钱 那如果说 大家问Mass说 草大从来去好不好 能不能买 那里面是个人的看法是 如果说 你工作是在 如果说你是观音人 或者说你本身工作是在 是靠近在大园 或者是在观音工业区 就是说 只要你有就业在这一个地方 其实在当地购买房子 其实不是坏事 因为第一 你整个涛云塞角 其实炒烫的房价算很便宜 那如果说你本身 你就住在那边 你也在那边工作 那在那边买一套房子 其实 如果原本在住房子 后来 还是已经有家庭 其实在那边买房子 其实都是不错的选择 因为 房子真的很重要 因为至少你不会被房东 以后不会被房东加价 或者是被房东赶走 是这样的 那如果说真的预算 那当然也可以考虑买 预算越高 可以考虑买在别的地方 所以 炒烫好不好 其实炒烫也不错 那这边就 如果说各位有什么 是希望Max分享的部分 那其实也可以跟Max说 因为Max本身就是 很喜欢房子 那你很喜欢开房子 所以这边就可以 跟大家分享 那如果大家有什么 是希望 有什么是 有什么希望Max分享的部分 那也欢迎各位跟 面子说 那那这边也会 去 去制作影片 对 好 就这样 拜拜